美国正准备就中国的港区国安法 对中方实施制裁将于周末前宣布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问题 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如果有人要执意损害中方利益 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予以坚决回击 距离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投票日 仅剩9天 台警政部门主管陈嘉钦 26号在公开场合爆料 黑道分子将介入监票 要求高雄市警察局调查 引发舆论哗然 怎么评价陈嘉钦的爆料 对罢韩投票可能带来的影响 民进党民代日前提案所谓修法 打算让罢免团体 未来可以收受政治现金 怎么看民进党民代助力罢韩 无所不用其极的操作 台湾时事评论员蔡正元 赖翔卫为您深入解读 俄罗斯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称 尽管俄方提出质询 但美国一直没有提交 位于格鲁基亚的 理查德·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 实验室的活动信息 美国以打击所谓 生化恐怖主义为借口 在俄罗斯周边地区建立 具有双重意义的生物实验室 究竟有何目的 数十年来 美国在全球建立了 上百所类似的生物基地 这对国际总体安全和稳定 构成怎样的威胁与挑战 时事陪力员王健 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我们来看新闻 27号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主持例行记者会 就外界关注的 港区国安法一事 回答记者提问 问题 中国共产党 也不许是 新闻 也不许是 有关于 别人 Q 有关于 旧 的 这些问题 现在美国的国家对中国国家 不驳恐 这些问题是无法适合的 针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完全同意并高度赞赏 拉夫罗夫外长的积极表态 这充分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特别是在涉及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 双方始终坚定地相互支持 赵立坚说 关于美方扬言 针对中国全国人大审议香港国安立法 对中方实施制裁 中方的立场已经十分清楚 赵立坚重申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是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问题 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预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易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易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易 如果有人要执意损害中方利益 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欲坚决回击 全国两会期间 出席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台籍全国人大代表曾立群接受采访时表示 大陆一系列汇集台胞措施是为台胞谋福祉 增尽量按同胞心灵契合的好事 今后的工作重点是要将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曾立群认为 从会台31条 会台26条 到最近的会台11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都是大陆在不断兑现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承诺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应该是将这些会台措施落细落实 这个是促进融合发展 增进同胞心灵契合 促进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那在这一方面呢我想 我们一个是政策设计要精准 同时呢这个宣传也要精准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涉台服务的意识要提高 真正的把会台措施落细落实 让台湾同胞感受到这个是口会也实惠的措施 曾立群认为近年来 由于民进党当局在所谓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系列所谓去中国化 谋求所谓法理台独的政治操作 严重损害了台海和平稳定和台湾同胞的利益扶植 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 对台湾问题插手干预 使得两岸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这个两岸的交流呢 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一些困难 主要是民进党 现在是通过立法 修法 执法等手段 特别是去年强行推出反渗透法 那么这个阻挠了两岸的民众的交流 也违背了台湾同胞求和平 求发展的意愿 这个封堵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 曾立寻说 虽然当下两岸关系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但我们仍应保持信心 因为两岸统一的历史大事不可阻挡 未来的两岸关系呢 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 两岸关系这个发展的道路 从来都不是一般风顺的 但是国家强盛 民族复兴 两岸统一呢 这个历史大事 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 扶猫叫酒赞助播出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新闻 距离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投票日 仅剩十天 继台选务局官主管李静勇 日前赴高雄视察选务后 台警政部门主管陈嘉钦 26号也到高雄督导选务治安 两人职务虽不同 但关心的却都是罢韩监票一事 陈嘉钦26号更在公开会议场合 以封闻来爆料黑道分子将介入监票 要求高雄市警察局调查 引发舆论哗然 封闻一些黑道分子将在投开票所监票 恐吓人民不敢去投票 罢韩投票在即 台警政部门主管陈嘉钦 26号南下高雄 在公开场合以封闻来爆料 黑道分子将介入监票 要求高雄市警察局 沿以相关强制执法手段 阻决黑道监票 高雄市政府也表示 尚未接获黑道监票相关讯息 如果陈嘉钦有请资 请提供给高雄市警察局 同时也呼吁拥有执法权的陈嘉钦发言应该谨慎 在缺乏明确证据的前提下 不应凭空学来风的传闻 就将民众贴上黑道标签 陈嘉钦的黑道监票说 也引发舆论哗然 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陈美雅认为 陈嘉钦用寒沙摄影的方式伤害高雄 抹黑参与监票的选民 他质疑民进党动用公家机器 移到毫不遮掩的地步 风文来风文去 到后来造谣的中心 其实变成就是一个警政署署长 才会是一个造谣的中心 随着罢韩投票日临近 民进党为助力罢韩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26号 民进党籍民代周春米 刘世芳 赖品渝 邀请台内务部门召开记者会 呼吁修订政治现金条例 让罢免活动的罢免团体 被罢免人 在通过第一阶段罢免提案后 可收取政治现金 对此台内务部门回应强调 下会期将提出相应所谓修法 但国民党进民代理贵敏认为 行使罢免权若开放募款 恐怕会创造和鼓励罢免行业 难以避免有心人借此敛财 事实上 罢免团体来势汹汹 也有来民进党当局的百般纵容 日前罢免文宣上 甚至还出现了台法务部门的标志 看出来表明说 我们不知道这个严重性 就会完全撇清了吗 如果可以原谅 我们当然也可以原谅 因为像这个图案 我们表达立场以后 它已经改变了 台法务部门主管蔡清祥的一句 可以原谅 让蓝莹大为不满 国民党金敏代罗志强 在脸书发文表示 只能说绿色是原谅的颜色 只要是绿色 杀人放火 伤天害理都可以原谅 罗志强还把大头脸 换上绿色 嘲讽意味十足 而为了因应来势汹汹的罢韩行动 降低青年群体的仇汉情绪 韩国瑜阵营选择以手为攻 音乐视频中 谢谢第一线人员 强调团结抗议 这是高雄在地乐团制作的音乐视频 设计争吵桥段 似乎间接暗示 挺韩罢韩对立造成纷争 而视频中还暗藏神秘人物 尖尖的光头 正是高雄市长韩国瑜 韩国瑜阵营以手为攻 向年轻人喊话 高雄最有感的地方是什么 政府团队蛮重视 年轻人跟义无罪的派 我觉得其实 高雄我觉得蛮照顾年轻人 找来网红团队专访年轻乐团 诉求团结 强调市政 希望打动年轻人 消除仇汉情绪 但能否真正打动年轻人 要到6月6号投票日 才能见分晓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27号在中场会上 重批民进党当局 无视当前纾困振兴工作混乱 不放弃以行政手段协助罢韩 同时他再次恳求高雄相信 投票前重新思考 高雄市府团队的努力与成绩 值得再给韩国瑜一次机会 延续高雄的幸福 另一据报道 民进党县市党部主委选举 日前已落幕 其中高雄市党部主委选举过程 尤为激烈 获得英系与海派支持的民代 赵天林 打败新潮流系力推的局系市议员 高米林胜出 熟知绿营派系运作的 岛内亲绿媒体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 吴子佳分析指出 这代表了高雄反新潮流系 和反陈局势力的大集结 而半韩活动主要是由新系 在背后发起 现在党部主委选举选到撕破联 短时间内难平复 新系还会动员霸函吗 他预测霸函不会过关了 好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科主 好的 杨阳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 岳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岳华 霸函投票还剩下十天 台选部机关主管李静勇就到高雄视察选务了 警政部门负责人陈嘉青 也到高雄督导选务的治安工作 两个人职务不同 但是关心的都是监票 那么请问这样的做法 是符合正常的行政程序吗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陈嘉青是在公开的会议场合 以传闻来爆料黑道分子监票 这也遭到了高雄市警局的否认 您对此有什么评价呢 基本上不管李静勇也好 或者是这位所谓的警察投资 陈先生也好 他们两个人都希望在蔡英文政权底下 有进一步稳住现有职位 甚至于高升的机会 所以必须要在罢韩行动里面 违背法律上规定的职务中立 不断的在推动罢韩的声浪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所谓的选委会的主任委员 这个角色本来就是办选举的 办选举的不管是选举也好 罢免也好或者其他的投票行为 他是个选务机关 选务机关就要很严格 谨索法律的规范 而且不要去介入任何选举罢免的活动 保持他一个中立的形象 这样最后选务办完以后的结果 大家才会信服 可是李静勇从一开始来 就不断的想要把自己摆到前头去 不断的去制造相关的新闻 来拉高各地方民众关注罢韩的新闻 因为罢韩的新闻热度一高 就等于形同在替罢韩的人 做一个免费的宣传 以便来拉高投票率 因为拉高投票率对韩国语绝对不利 投票率越高 罢免案的成功率就越高 所以他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拉高投票率 第二个 这个警察首长也是一样的角色 这个警察头子前段时间 才跟内政机构的负责人 两个人搞得不太愉快 现在好不容易 蔡英文好像是各打50大阪的安抚下来了 因为两个人分属不同派系 这种不同派系的关系自然会有摩擦 因为蔡英文走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 就是派系共治 台独共享 他基本上走这样一个路线 所以每个都要安抚 那这位陈头子呢 他当然怎么样 要在这个罢韩的好 不能找到个机会 要表现表现 你想想看 一个警察机关的负责人 任何一个谈话都要很严谨的 怎么可以说 一个传闻 一个听说 一个没有证据的东西 然后就立刻的呢 在公开场合里面传播出来 让媒体报道 目的何在 就让人家注意到罢韩的新闻 甚至于还用间接的丑化 这个挺行人士为黑道 他说哇 黑道要来监票 好像监票就是黑道 黑道就是在挺韩的 就是要来阻恶罢韩的行动的 他是用暗示的手法 是非常可恶的行为 所以这一场的东西 可以看得出 这位所谓的玄务机关的负责人 警察机关的负责人 为什么要不断的去走动 不断的去带着媒体跑 目的何在 打宣传战 旁敲撤起来协助罢韩的活动 我们可以说 违背了他的职务中立的基本规范 但是在蔡英文政权里面 只要能够打击对手 就是忠心耿耿 蔡英文看到里面 就龙心大悦 这种人越多越好 但这个是败坏台湾政治风气的开始 台湾媒体也注意到 就有民进党明代 现在是提案要修法 打算要让罢免团体 未来可以收受政治现金 理由是 韩国瑜为了保住高雄市长的职位 动用了大量的市政资源 而反观罢韩团体 则是缺乏政党和市政府的傲援 举步维艰 这也就形成了一个 小虾米豆大鲸鱼的场面 赖教授这个真实情况是怎么样 怎么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操作呢 台湾现在最大的大金鱼 当然是民进党 不会是韩国瑜 也不会是高雄市政府 那有绿营的明代就质疑说 韩国瑜是不是动用了高雄市的资源 去对抗要罢免他的人 其实这个事情很好处理 因为现在是民进党在台湾当家 所以如果绿营的明代有证据 就赶快办 搞不好你只要掌握了证据 不用等罢免嘛 就直接把韩国瑜就可以收押了 就可以起诉了嘛 可是有证据吗 绿营的明代如果质疑 那你们应该提出相对的证据嘛 那更何况 我们要强调就是说 到底罢韩是不是所谓的小虾米 台湾很多的这个舆论观察者都认为 整个罢韩的运作背后 有很明显的绿营的力量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要这样做质疑也要提出证据 所以到底是不是韩国瑜用了市政府的资源 在对抗罢韩的力量 我们让证据说话 但是我要提醒绿营的朋友 如果这个时候你们又想去修改法律 让任何的罢免可以募款 那我必须提醒绿营的朋友 因为过去有好几次绿营的朋友 有这种相关的修法 最后作用力都等于反作用力都回来打到自己 如果今天绿营为了要让发动罢免的人 不一定罢韩 未来我们不知道罢谁 有更多的资源 你可以让他去募款 甚至可以让他去集结更多的资源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 如果蓝营或者非蓝营 要发动对绿营的人的罢免 搞不好这又变成他们的武器 所以很多的明代在进行法律的修法的时候 不要太理所当然的以为说 这个武器现在拿起来对付你的对手最好 因为下一次台湾过去的经验证明 这种事情发生很多次了 下一次搞不好你当时所设下的武器 最后就回过头来打到你自己 蔡先生我们也看到您在网络上发文 您的观点是说 这个冷静的冷却策略才是迎战罢韩的唯一可行策略 要反罢韩就要降低蓝绿色彩 国民党的要员们的行动也要更加的低调 挺韩者要以平民的身份做柔性诉求 而且重点要摆在蔡英文的身上 那么您做出这些判断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罢免的投票规则 所延伸出来的 因为罢免的投票规则是说一个罢免要过关 必须要支持罢免的人要超过25% 那同时呢票数还要赢过那个反对罢免案的人 但我们知道反对罢免案的人 因为缺乏积极动员的力量 所以基本上不可能超过25% 同时呢在高雄这个绿大于蓝的基本盘的地方 蓝的基本盘很小绿的基本盘很大 所以你要去让这个蓝的基本盘要超过25%的可能性也不高 那你如果是越积极去动员蓝的人出来这个反对罢免的话 刚好相对的刺激让绿的人积极去动员 因为这会互相一个螺旋式的一个投票率的上升的动作 在选举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个现象了 所以罢免案的话最早的策略就是说 我不动员 我不随你起舞 那所以让你的人自然的一个什么冷却下来 那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我发现国民党人不够冷静呢 因为民进党方面呢 开始在媒体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评论 这个评论啊 他不是正面去跟你讨论要不要罢韩 他整天跟你找的有没有说 哎呀你看哦 江启臣跟韩国语不合 又说哎呀国民党跟高雄市政府有嫌隙 不断的吵这些政治八卦目的何在 不是真有其事吗 他们为什么要吵这个东西 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到罢韩正在进行当中吗 他没有别的目的 然后你总不能整天吵我们要去罢韩 我们去罢韩 韩久了人家也觉得没什么新鲜啊 所以不断的制造政治八卦 弄到最后呢 蓝颖的人或挺韩的人 就心服气躁 心服气躁呢 有很多人就想要积极帮忙 注意到刚好随敌人起舞 敌人就是要把这个议题炒热啦 韩国瑜自己很清楚 他前段时间不是搞个什么 打法院打官司 他自己也知道错啦 所以啊目的是要冷却 要去冷静的冷却 而不是你自己什么很激动的 或跳起来 对方都还没上桌跳舞 你已经在大街上跳街舞了 那这还得了啊 你整盘的策略就没有抓住了嘛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 吴子佳日前就预测说啊 这个罢韩不会过关 那么他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这里是东南卫生海峡新干线台北演播室 我是柯竹 岛内侵略媒体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日前就预测说啊 这个罢韩不会过关 他分析说呢 罢韩活动主要是由新潮流系在背后发起的 但是现在呢 民进党党部主委选到撕破脸 短时间内是很难平复的 新潮流系不会动员罢韩 您认同吴子佳的观点吗 民进党党部主委选举裂痕 您认为会降低罢韩过关的几率吗 当然刚刚讲的这样一个论点 有它的道理在 因为罢韩接下来最主要牵动的 就是绿营谁来选高雄市长 所以呢 在这一次的民进党的高雄市 党部主委竞选之后 落败的派系 他对于接下来去选高雄市长机会降低 那这就会降低了 他们去推动罢韩这样一个动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样一个论述 它有它一定的道理 可是呢 我也要必须强调 绿营跟蓝营文化上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对绿营来讲 他们非常擅长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绿营的次要敌人是谁 当然是自己派系 甚至是小绿 这是次要敌人 绿营的主要敌人是谁 那当然是蓝营嘛 所以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绿营也常常到分裂 可是呢 每次绿营分裂 一遇到蓝营之后 他们重新凝聚 那个动力 一向都比蓝营要强 所以我们说 这一次民进党 地方党部主委的选举 对于民进党内部派系 当然有裂痕 可是这个裂痕很大吗 我觉得 这一次民进党高雄市党部 主委的选举 没有上一次 民进党高雄市长党内初选 这个伤害来得大 但是如果只用 这一次民进党高雄市党部 主委选举造成派系分裂 因此其他派系比较不会动员 就断言 罢韩一定不会成功 我觉得言之过早 因为绿营 他们很懂得去散动 任何人在 绿营的人 如果在罢韩的过程当中 不够用力 你可以想象 他们其他派系的人 觉得说 哇这个人一定是绿皮蓝骨 表面上是绿的 其实是蓝的 不然为什么不认真罢韩呢 那这样的话 对于不积极罢韩的人 就会造成他政治生命的伤害 那到底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 选举所造成的裂痕 会恶化 还是会迅速痊愈 以及民进党或者罢韩人士 这一次所发动的这一波罢韩的攻势 他的声量跟知识度 能不能继续维持 那相较的 包括韩国瑜跟国民党 能不能用冷静的态度 让整个高雄市民 重新把生活重心 回归到建设高雄市 而不是去做这个政治攻防 我觉得接下来时间 还有很多好戏会陆续上演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 交还给福州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彦博士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关注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主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据中心网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称 尽管俄方提出质询 但是美国一直没有提交 位于格鲁吉亚的 理查德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 实验室的活动信息 数十年来美国在全球建立了上百所类似的生物基地 有学者指出 美国此举无疑对国际总体安全和稳定构成了挑战 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说 外国在理查德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基地 从事军事用途的生物活动 引发了不少问题 这座高水平的生物防护实验室 由美国国防部建造 用于研究危险的传染病病原体 据可获得的信息 美国军方及其附属机构 为实验室研究提供资金 并支付运营成本 以及确保其安全 尽管俄方提出了质询 但美国一直没有给出相关活动的信息 声明表示 俄方对美国没有解释 在俄边境近距离范围内所从事的活动感到担忧 这自然是俄方要考虑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 特别是在如此敏感的方面 据了解 理查德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 位于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附近 是格鲁吉亚最高水平的实验室之一 而另一座此前鲜为人知的美国生物实验室 因官方宣布关闭半年 意外成为外界注目的焦点 这就是位于美国马里兰州郊外的 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 据了解 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最早建立于1943年 起初的目的是为了在二战中用于生物作战 1956年正式定名为德特里克堡 保留为化学基地 用来开发和储存美国中情局的毒药 时至今日 德特里克堡仍是世界上最尖端的毒素 和抗毒素研究实验室之一 那里依旧保存着多种病毒 然而转折在2019年7月发生 当时美国政府勒令这座生物基地 停止所有对最致命病毒和病原体的研究 官方给出的原因仅仅是 基地污水系统出现问题 美国民众提出疑问 其闭关时间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存在时间上的部分重叠 且这座专攻生物化学研究的基地 会不会与新冠病毒存在关联 面对民众的质疑 美国政府讳莫如深 反而招致更多猜疑 于是人们在白宫网站上发起万人联署 要求公布真相 事实上德特里克堡 只是美国大规模私下研究生物战的缩影之一 数十年来 其早已在全球建立了上百所类似的生物基地 从美国国防部官方发布的信息看 原苏联国家和东南亚及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 是其布局的主要目标 而且美国的这些生物实验室 不仅数量多 问题同样很多 致命菌株毒株丢失 实验设备故障 感染病菌的小白鼠失踪等等 近年来相关事故频发 造成的影响令人撒舌 2001年 德特里克堡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通过信件 蓄意向美国政府及媒体散布探居杆军 造成5人死亡 17人患病 此外 格鲁吉亚前国家安全部长 乔尔加泽披露的文件显示 2015至2016年期间 共有73名参加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测试的志愿者 不幸身亡 这些案例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但美国建立实验室的动机及潜在危害 成为了一把悬在基地周边民众 甚至全球民众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舰 遍布全球的美国生物实验室 因其不透明性 一切如同被照在不透光的幕布之下 引发多方担忧 纽约时报2019年刊文称 美国生物实验室数量逐年增多 却普遍缺少规划和监管 生物实验室安全性问题 已成为美国监管机构面临的最大风险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也指出 美国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周边国家 密集地部署生物实验室 且不愿公开生物实验研究内容 其行为和目的令人生疑 然而面对外界种种质疑 美国从未止步 反而越发猖狂 除建设生物实验室以外 还在千方百计 长期阻拦 有着183个缔约国的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核查议定书谈判 其理由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 国际核查可能威胁 美国国家利益和商业机密 密布海外的美国生物实验室 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美国欠世界一个解释 好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王健先生 最证实 美国仅在乌克兰 就有15家生物实验室 在格鲁吉亚 设有3家实验室 和11家小型研究所的研究网络 美国以打击所谓 生化恐怖主义为借口 在俄罗斯周边地区 建立了具有双重意义的 生物实验室 究竟有何目的 他为什么不敢响应 俄罗斯要求公开质询 无论是在乌克兰 还是在格鲁吉亚 美国在俄罗斯的周边 都散落着很多的生物实验室 这些生物实验室 究竟从事着怎样的研究 不为外人所知 在这一点上 确实俄罗斯有极强的危机感 因为我们都知道 2001年的时候 在小布什任职期间 美国正式退出了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在这一点上 美国堂而皇之的退出 势必有它的理由 所以怎么样推动 美国的这种生物武器 实现所谓全球的霸权 一直是美国所梦想的 2001年美国退出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当年 美国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完成了 人类基因组的图仆的草案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 甚至有人预测说 美国会用基因技术 在未来 在生物武器方面 占得先机 所以俄罗斯对此 非常的担心 我们看这一次 对于格鲁吉亚的 生物实验室 俄罗斯说 想要进行相应的核查 发出了召会 但是无论是格鲁吉亚方面 还是美国方面 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在这一点上 我想俄罗斯对于美方的意图 也是很清楚的 包括乌克兰 我们都知道 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 事实上 美国和俄罗斯 一直在 北约东扩的边缘地带 一直在角力 我想在接下来 美国通过其生物武器 和生物研发 在这方面 想要占得 战略主导权的动机 不会改变 俄美之间 就此方面的角力 也不会停止 不仅是原苏联国家 美国也把触角 伸向了东南亚 以及非洲等 第三世界国家 它在密谋着什么 美国在全世界 广泛撒网 布点建立生物实验室 对国际总体安全和稳定 构成什么样的 威胁与挑战 我们都知道 美国一直寻求 在全球牢牢控制 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 这个霸权就包括 军事方面的霸权 但是近些年 美国影响力日渐下降 所以美国也有所担忧 2000年的时候 美国军方 曾经出台了一个文件 叫重塑美国的军力 也就是要通过 各种各样的手段 实现美国在全球的 军事霸权 那其中就包括生化武器 那我们都知道 美国在二战之后 事实上部 日本731部队的后尘 也进行过大规模的 生物武器的研究 甚至曾经投放过 带有病毒的 大批量的这种蚊子 美国的军方研究报告当中 也提到说 通过生物武器的投放 那事实上在一个城市当中 让瘟疫大规模的蔓延 首先第一 能确保己方 有受损伤的人员极少 第二 敌方不易发现己方 已经悄悄发起了 相应的进攻 可见生物武器 的确让人很担忧 那我们看到 无论是在阿富汗 还是在全球的 其他角落 都隐藏着美国的 生物实验室 有些生物实验室 甚至以民用的名义 进行着相应的 军事研究 我觉得在这方面 美国的确需要 更多的向全世界 讲明白 它的生物武器实验室 究竟在做着怎样的研究 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威胁 否则呢 恐怕美方为了一己的霸权 进行的这种危险而隐秘的实验 有可能给全世界带来一场灾难 除了建设生物实验室以外 美国还千方百计的长期阻拦 有着183个缔约国的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核查议定书谈判 其理由呢 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 国际核查可能威胁 美国国家利益和商业机密 那么这样的理由说得过去吗 我们都知道 美国频频退群 事实上呢 美国相对较早退群的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2001年的时候 小布什任职期间 退出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183个缔约国 事实上呢达成一个协议 大家不使用这个生物武器 事实上呢 是为人类福祉共同的这个考量 在这方面呢 美国没有起到一个好的表率 反倒起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尤其是美国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 在这个生物科学 生命科学 这个基因研究方面 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美国的军方甚至曾经 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 考虑用基因武器 去未来在这个战略上占领先机 那这一切的确让人感觉不寒而栗 去年啊 183个缔约国曾经 想要商谈一个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 核查议定书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公约 但是如果没有核查的话 只是一纸空文 那你的生物实验室 究竟在进行着怎样的研究 大家需要通过核查来确保 一切的这个研究行为 都是服务于人类的科学 都是服务于人类的福祉 但是美方却百般的阻挠 最后没能实现 那阻挠的背后 事实上不是为人类的福祉 还是为了一己之私 让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所 能够保持在生命科学 生物科学 生物武器实验方面 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 那在这方面而言 我觉得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 为了自己的这个国家 所谓的国家利益 不顾全球共同的 人类共同的命运和福祉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确实凸显得非常清楚 好的 谢谢王健先生 稍后继续请教 下面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欢迎各位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我是杨阳 就美中关系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王健先生 不到一年的时间 被称为黑暗毒库的 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 先后经历了调查 关闭 质疑 重启 如今随着新冠疫情 在全球持续蔓延 笼罩在这间实验室上空的疑云 也是越来越多 然而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质疑 美国政府却讳莫如深 不断地炮制所谓 新冠病毒起源阴谋论 诬陷中国 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 的确 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美国频频叫嚣 所谓新冠肺炎疫情 由中国所发 中国要为新冠肺炎疫情的 全球传播买单 事实上多多少少让人看到了 贼喊捉贼的影子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军运会期间到访武汉的 美国军人曾经就有 德克里特堡出来的军人 他的诊断事实上是 早期就患有新冠肺炎的相应的病情 德克里特堡我们都知道在美国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生物实验室 但是去年8月份就悄悄地关闭了 今年3月份又重启 在媒体反复地追问 不断地质询情况下 美国惠莫如深 根本不做任何的表态 也不向媒体公开任何 在这个实验室 在这个基地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的确让人在心中 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个问号急待被拉直 除了这样的实验室之外 事实上美国在历史上 发生过多起生物武器的实验室 或者生物实验室 泄露出相应的病毒 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 甚至造成病患传播的情况 这一系列和德克里特堡 去年的被关闭 究竟有没有关联 德克里特堡和新冠肺炎病毒之间 究竟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切都值得怀疑 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觉得美方不断地把脏水泼向中国 只能说明第一确实有一些心虚 第二为了大选的这个选情 不顾把所谓的国内的疫情管控 不利的矛盾引向海外 指向别人来逃脱罪责 我觉得从这一点而言 确实经过大家一段时间的观察 事实只会越来越清楚 好的 谢谢台北演博士 请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国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下期再会